月儿,你可愿意去我宫里 皇上不让 算了月儿,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本宫已经命内务府为你做了新衣 另外,今天这些布料也是特意为你挑选留下来的 你正常身体,衣服穿着穿着就短小了 你挑你喜欢的做衣裳 另外,生日那日,太子宫那边会有宴会 到时候,本宫亲自来接你,可否 这女先谢太子殿下 行,本宫就先去忙了 实地腿伤着,还是进屋养着吧 太子殿下,这就要走 不留下来用午膳吗 不,实地好好养生 谢六哥,恭送太子殿下 陈哥哥,这宫里,带高踩低 如今你地位大不如钱了 还有钱,给我做新衣裳吗 有,缺不了你的新衣裳 你这辈子的新衣裳,我都保了 双雪,把太子送来的这些布料拿去 挑两块好的,给安宁公主送去 其他的,全都留给吴卿尘,做新衣裳 你可知道那都是什么料子吗 就这么随随便便送人了 两匹江南织棉 两匹鼠中丝绣 另有三匹公井 和四匹寻常料子 我莫不认,记得倒是非常清楚 既然清楚 那也不可能不知道 两匹江南织棉和两匹鼠中丝绣价值多少吧 知道啊,不但价值不菲 而且,在这领动之际还格外的千金难求呢 知道还这么大方就送人了 这么好的料子,当然是送给小闺蜜 做漂亮衣服去穿了 难道还要留在咱们宫里当抹布啊 陈哥哥,你这儿缺抹布吗 这么漂亮的料子,不想自己拿来做衣服吗 我的衣服,不是陈哥哥你全包了吗 怎的,莫不是陈哥哥你后悔了 还是说没钱给我做漂亮衣服呢 不后悔,我全包了 一辈子的,全包了 那是月妹妹,是不是以后只穿过的 再不穿别人为你做的衣服了 也不是,娘亲做的还是要穿的